国语有生善书 南天虚源唐善书 古 主著先佛为普贤菩萨 普贤菩萨将 圣世 无今夜将者古 第萨二章 密谷 密者相甜也 这都是世人所喜爱者也 喜欢吃甜的 喜欢听好听的话 喜欢情感甜甜蜜蜜 且更喜欢在生活的任何过程都能甜如蜜糖的喜悦 当然果能如此是最好不过的了 其实在蜜田中含藏了有多少之毒害 有谁会去深入了解 探讨呢 像小孩喜吃太多之甜 如果卫生习惯不好 则必定蛀牙 而成年人如特别喜爱甜食者 等到年纪一大 机能衰退 糖尿病随着就来 这是很明显的例子 又如人喜听好话 或受人好话之奉承 这其中之毒更是不可言喻也 因口腹蜜箭 以三寸不烂之舌 百般奉承的讨好 其中一定有诈 而无形伤害到你 待明误 悔则晚矣 又是人绝不愿去听闻那窃乎实际之真言 或受指责 则必愤愤不喜 成不知如此才不会受毒 因如能明而归正 自身受益无穷也 所谓良药苦口 忠言难入耳等 除此必则必可正身矣 如果常听好言好语 自己的缺失永远存在 罪业存也 是以为心真存欢喜心 出言总出善言 那就更好了 密者非其有害 因害于无形 难以察觉其毒也 是人当之一切言之由衷 不以密言为装 承证自己 也不会伤害到人 是堪称有修 在日常生活处事中 小心受命所蒙蔽 受命所毒害 那你就可无忧心以 惜能知物之 普贤菩萨降 圣事 无今夜降者 谷 第萨三章 事谷 事者 乃因喜好而成为习惯者也 事由好与坏之别 如是与好 无可厚非 如是与坏的 那就必受毒害以 事其好的 就是能对好的事物沉迷 像正当的休闲活动 在道的研修 在理的悟名 倘若迷失于此等等 对己身心当然必有很大的注意 又若是爱于坏的 那就受毒重重 无法自拔 像有些事人事于实 而且无所不实 是问未尝受得了吗 又有事于酒 事量无妨 则鸣顶大罪 勿事伤身 内脏 肝 未等 且会伤害到中枢神经系统 久久成为俗云 久憋 那就惨了 有些人事于色 感染性并不说 还伤及真元 精气神 又有人事于穿 经常购买衣服 又穿不了那么多 浪费钱不说 简直是暴殿天物 又有些人事于烟 明知其有伤身 直接污染气管 肺之毒 偏而吸之 有些人更有不同奇怪之坏的嗜好 这都是要明其致害而改之 否则一旦受毒 悔则晚矣 所以在行事之先 先得明白有无受毒之利害关系 理智的抉择 可免事后毒害之后悔 心能明而悟之 的毒要小心 口出好话是对的 但是是要发自内心真诚的 不能带有不好的意图 坏习惯通常都有 我们要学习改过 贪嗔痴三毒乃人轮回之根本 若去除就可脱离轮回 望大家可以求到 还有替自己生前筑集灵修院 无极正道院或浩天子寿灵修院 可脱离轮回 请同时也祝集弥勒净土 请联系异赤拱横堂师兄姐 感谢普贤菩萨 贪嗔痴世人之三毒 其毒眼伸出无数种毒迫害本性良心 望世人断毒向善 则回到佛国净土才有机会啊 天上是一家亲 菩萨不止在佛寺也会在圣堂 希望佛道不可相争 要互相帮助 虮院堂是一间非常好的圣堂 有许多善书可以祝印 他们目前有建庙 点灯 元臣 健康 月老 福禄 请搜寻虮院堂 没有散布 太病rin 再院分记 腾瓊子独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各位善信大德您好 由于天使紧急 应赶紧行善度众 以气天心 南天虚元堂之庙院已建成 希望大家可财不失护持庙堂之永续 多助印善书 光临虚元堂已受先佛普照 相关资讯可至南天虚元堂网站详阅 喜欢影片记得按赞或分享可以让更多人知道上天的用心 记得订阅以及开启小铃铛 未来会随时公布新的影片哟